喝酒不 喝的少 不特别喝 白酒吗 上班先喝 现在一般就不喝 抽烟 抽烟 你离开一喝收不了 当然不是 阿姨有啥说啥 你觉得抽烟咋 抽烟咋 我就是享受不了的 抽就抽呢 我抽就抽 我一般就拍手不太抽 乡亲老年搞笑事 动动发财的小手指 点赞关注笑盈盈 每天更多精彩有趣视频 等你来发现 面对抽烟喝酒的问题 看来谁也避免不了的 大爷之前来两次了 最后都没能牵手 这次整装再发 还能成吗 叔叔 叔叔开 开过来 开过来吧 你好 真的 还骑个小车了呢 腿摔坏了吗 腿摔坏了 骑车没事啊 骑车没事啊 骑车没事 你这小车啥种买的呀 刚买半满月吧 半满月 你这还晒黑了呢 天天骑摩托溜的呗 哪都走 腿摔坏了还骑摩托 今天相亲的是张大爷 62岁 离 退休金2500元 有一女儿已婚 有住房 大爷也是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说给她再找个办 还说就信着红娘了 别人谁都不信 哎呀 咱红娘都有着魅力了 白衣服 小白鞋没事啊 没事没事 你这回去全能洗了吧 干净劲我估计你回去全能洗了 够白净呢 就晒得挺黑 头一头一下 咋摔的 就是在那个有个帐篮这么高 一米多高 我一蹦下来 那咋还能夸炸了呢 人家后来不让跳 不让跳你非得跳 人家把你小孩都在这跳啊 小姑娘比较小的 我说我也跳吧 跳完以后就做那个啊就不行 不不老不行了吧 嗯 把住了 你看他伞吧 不行 你把帽子戴上吧 然后再回回你那头 再继续烙呗 不明白这大爷是哪儿进不对的 平时干净人还穿一身呗 红娘也是看不下去 直接调喊起来 这不刚进屋 大爷准备鞋套了 你这鞋今天还得刷是不 没有 插完了 刚才插完了 插完了 嗯 白鞋白袜子 白鞋垫儿 最干净 行 给我们都有鞋套哈 这必须得穿 你们看这个 这回来 哈哈哈 行 是不是说就 别穿 审美一直在 来 这个鞋套也给我 对 拿鞋套 行 我把鞋套穿了 省事儿是省事儿 但是你不爱干净吗 对 是不是爱干净 行 我们剩下也给一个 对 对 大爷和前妻离婚那是伤心事 妻子喝酒赌博和出轨 知道往事大爷不想多说 如今女儿结婚了 自己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单身多年 这爱干净儿越发严重了 不管家里 里里外外都擦得蹭亮 大爷说了 找老伴必须找个干净利素的人 那时要是邋遢自己肯定是受不了 在这儿找老伴的心情就是很强烈 对 还有个老伴 要不一件都困难 有病 就像我的腿坏了 没人吃吗 自己来会蹦着蹦着的 也很好吃 煮棍 天天给我煮棍 来我也熟了不做饭 隔一个锅 跟人家靠那样子 整串下去 要不要求老伴跟你一样爱干净 那当然了 那干净的 这有没有眼缘 这理想话 一见面 看有没有眼缘 有眼缘就能露得一起去 没有眼缘 那两个颗就完了 就不露了 我看你这还用小布盖着 对 这个什么落回 这 怕落回 都 有的这都不用了 不是落回了吗 调调 都得盖上 嗯 行 放回去吧 要不呢 做东西可以落回 有眼的 怕落回 嗯 你这屋太干净了 不算干净 反正爱熟悉 还得盖好了 嗯 行 原本大爷找老伴 心情也没那么急切 哪想到这次脚崴了 彻底让大爷意识到 晚年如果没个伴 有个万一都没人知道 养病的日子里 成天想着找老伴 那是一天比一天强 再找另一半的首要要求 就是必须也得爱干净 其次的有气质 最好别太瘦 同时还得有演员 随后红娘便去找大妈去了 你好 下大雨了 可不是的 你们到这多久了 刚来 刚来一个小时 开车过来的 对 你呢 我也是到那个车站 完之后又打车到这个东站口 这块又要一圈过来的 相亲的是徐大妈 六十二岁 丧好 退休金一千三百元 有一儿子已婚 名下无房产 大妈一生也非常坎坷 老一辈人教育孩子 那就是棍棒底下 出孝子 即使大妈是个女孩 就老同样这样对她 因此也造成了大妈 逆来顺受的性子 结婚后 丈夫突发疾病去世 更让命运多喘的她 体验到了人情冷暖 现如今大妈 就想找个有独立住房 能够保障大妈基本生活的人 长相外貌咋样都无所谓 那么接下来大妈 遇上 哎干净的大呀 两人能否一拍即合呢 给准备的鞋套 这个是傻伞的鞋套 没事您穿您穿不用管我 我这屋啊 看电视 跟着我看累了不愿看了 我上这屋看 可是我看 累了我就在这 两个屋 两个电视啊 两个电视啊 两个电视我就闭了 我就不用上那屋闭了 挺好 挺好 干净不 干净 挺对的 挺对的 阿姨你有这么干净吗 就喜欢这灯了 你看这灯了 这是纪念过年了 可是我不太干 不算太爱干净吧 但是也算行 她本人吧 从她数字不是我女人 不是我女人 一嘴 是不是 叔叔印象挺好的 对 是 承认有演员了 是不是 挺好的 是否符合您演员 是否符合 不是忽悠我吧 不不忽悠 没讲究 是不是 那你留伞 行 挺好的 不用说别的 太干净了 我都打不到 嗯 就是 简直我俩成家以后 只有她 都能拿得起来 嗯 就这点你觉得挺放心的 对对对 这么干净 这两人刚见面 都有好感 爸妈更是见大爷这般干净 鼠石有点惊着了 不过这也没影响接下来的发展 啊 平常打个球 我抽冰猴 我抽冰猴 冬夏抽冰猴 我来挖冰 我说你抽冰猴 你淋我不爱去 不是说那啥别的哈 那是 你是有啥的还行 两人流 你说大夏天咱那 你说也会打麻将 咱那玩麻将熬夜 咱们也是大夏天吃完睡觉 躺下睡不着 我倒放地上睡不着就 我喜欢我 以前走上班没有时间 也是没想到 一向对演员要求不低的大爷 见到大妈那一刻 瞬间就觉得 大妈长在自己神美上了 这莫不是情人眼力出稀释吗 又高又白 最主要还胖乎 想来想去 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大妈也是喜欢大爷这般干净 两人一拍即合 让咱红娘都觉得 这是要牵手的结构啊 在面对基本问题时 大爷不在乎 咱俩再合一起 这么这么地点 咱俩这么说 就你这两千多块钱 咱俩你就是 生活费 生活费 对 你就是节省点的 那就节省点 就往老了 是吧 你这话对 人呢吧 早晚是有病 对呀 但是你不能说 一点 羊羞一点就没有 到时候你真是抓虾 咱俩要是结合到一起的话 那你因为是 打火锅呢 还是 是登记 是不登记 你这啥想法呢 我听你的 我和你说说 你看你搞忘我 我听你的 嗯 我就是 就是我下坏 我也没有啥 那 这 你俩人出半年以后 得考着考着看 那俩人进阁 磨合一下吧 不是说 我见着你了 而且心 那什么特别激动这个呢 行 对 过了 到时候你说不办事了 人家 各方面 觉得这俩人真唱出来 行了 你也同意我也同意 那就可以了 对我 正是三个人 就是一下子 大妈说 两人过日子 起码也得有症 大爷也是不介意 要我说 这把年纪在找老伴图啥 两人都是因为害怕老了 没人照顾 所以急切的想找另一半 眼瞅着无论是物质方面 还是精神需求方面 两人都达成共识 红娘以为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但大妈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喝酒不 喝的少 不特别喝 白酒 上半天喝 现在一般就不 冲烟 冲烟 你离开一喝收不了 阿姨有啥说啥 你觉得抽烟了 抽烟了 我就是 享受不了的 面对大妈的这些问题 大爷也给出回应 这都不是问题 红娘健壮 问起两人互相感觉咋样啊 大爷说了 行啊 觉得可以 想再接触接触 随后两人留了联系方式 但就在牵手没多久 两个人就分别联系红娘 觉得双方还是不太适合 特别是大妈回家想了想 还是不能接受大哥抽烟的问题 行吧 那就祝愿二位早日找到那个众议之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